那在一个数据当中啊 我们不光可以衡量它的一个偏度 还可以衡量它的一个峰值 它的一个峰值啊 通常情况下我们管它叫做一个峰度 它的峰度的意思啊 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我们来看最上面那个比较尖吧 下面呢就比较少 就是说它在这样一个 比如说一个正台分布吧 在它最多的位置是不是零这块啊 它的一个值的一个就是大小 这块比如说是一个百分占比吧 占比它越高 可能它的一个峰值 或者说它的峰度越大吧 这里呢这个峰度啊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看它这个山峰是不是越大啊 越大它越往上嘛 越往上我说它的一个峰度值啊 是越大的 越往下呢 我说的它的一个峰度值是越小的 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也是比较形象的 那你要算咱们的一个 咱们要算啊就是一个峰度啊 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峰度来说啊 它的一个值啊 它的一个值来说 它只是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它是一个正数的 它的一个正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个峰度值啊 它不可能是一个负的吧 所以说啊 因为咱们的数据来说 不可能出现一种负值的情况吧 所以说对于咱们的数据来说啊 咱们是让所有的一个数据啊 它的一个峰度值都是大于零的 然后呢 峰度值越大 就是说它越往上 就是这个山峰越陡峭 或者说往上值越多吧 咱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峰度 还进行一个衡量标准的 然后呢 要评估它的一个峰度值啊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 Apply函数 在我们的Apply函数当中啊 还是用Screepy啊 Screepy咱们统计当中 把我们的一个峰度传进来 这样呢 它就会啊 把我们计算好啊 当前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峰度 是等于多大的 然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数据的一个分布吧 就是说 我这里啊 基本上没做任何事情 只是说 把我的一个当前所有的人口数 把它的数值拿出来 然后呢 我给它平均分成了50份 所以说 相当于啊 我做了这样一个Beans 看一下这50份的一个分布 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呢 我就做了50个小小的柱 所以说相当于啊 是50个Beans 我可以看一下 当前数据的一个分布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我看的就是咱们的一个 13年啊 到17年的一个 人口分布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来看 对于这个左边来说啊 哎呀 我们来看就是 呃 所有人口数啊 当人口数比较少的时候 咱们刚才看那个数据 我是不是说 均值偏大 但是中位数偏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们这个数据当中啊 就是人口少的国家 是比较多的 人口大的国家 是比较少的吧 意味着这么一个事吧 那我们来看 在数据的分布当中啊 是不是也呈现出来 这样一个规则啊 也是呈现出来 这样一个规则吧 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人口少的国家 哎呀 它是特别多的 但是呢 人口稍多一些的国家 又是特别少的吧 呈现出来 这样一种分布的规则 那这种分布规则啊 是非常不均匀的吧 或者说是比较极端的 那对于咱们的一个 嗯 如果说咱们想用一个 机器学习算法 要进行建模的时候啊 这种的数据 是不太适合 咱们进行建模的 因为呢 我们在很多个指标的 就是呃 就是做很多统计啊 或者说做很多分析的时候 都是建立在一些 假设的基础上 假设我们的数据啊 它是服从一个 比较标准的分布 嗯 虽然说不能完全服从 这样一个标准分布 但是啊 我们也是给它假设说啊 它最好能让它服从 这样一个 比较标准的一个分布吗 所以说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哎呀 我们的数据啊 非常清晰啊 现在大家也观察到 这个事了 从这个表格当中 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的发现 咱们的数据 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数据吧 那这种时候啊 通常我们有一种转换 就是说 要对我数据啊 做这样一个转换 对数据做转换啊 就是说 对数据当中的一些特征值啊 都进行一个 这样的转换 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的分布啊 是一个不均衡的吧 咱们就是分布的比较乱 那我啊 我可以弄一个 LOG转换 这个LOG转换啊 就可以帮我们把 咱们的一个 不太正常的一个分布 转换成了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分布 那现在啊 咱们来看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对数变换啊 是咱们数据变换当中 最最常用的一种方式了 那咱们的一个对数变换 目的在什么啊 或者说 咱们现在要做的数据变换 它的一个目的啊 就是说 要使得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呈现出来 我们所期望的 一个前提假设吧 我们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哎呀 我们假设 它分布啊 是一个正常的 没有就是正常 就是咱们那个正台分布 或者说高斯分布嘛 所以说 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哎呀 咱们数据都是比较正常的 这才能使得 我们更好的 进行一个统计和分析的 那比如说 咱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嗯 现在咱们要来看一个数据 左边的数据啊 就是一个 就是咱是一个 真实的数据啊 然后呢 它啊 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 这是一个电力生产 电力生产啊 根据我们时间变化的 一个情况 那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说 电力生产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一个方差 是越来越大的吧 那可以说 就是说 它这个 它这个增量 就是没有呈现出来 这种正常的趋势 可能是一种 就是 这个指标 我还不知道 是这种什么样指标 就是说 它的一个就是变化 就是我们的一个 电力生产的一个 标准差 或者说我们的方差 随着时间变化 越来越大了吧 越来越大 就是说 咱们当年数据 越来越不稳定了吧 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个分析 就没办法满足了 比如说 我现在假设 误差服从一个 独立同分配的正态分布 这个 咱们的一个假设 就是没办法满足了吧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对数据 做一个转换 理论上 我们怎么样转换 咱们随着时间的变换 是不是说 我们这一个均值 也发生变化 咱们分布的一个均值 也是 就是每一年的均值 都是在往上升的吧 那其实啊 就是 虽然说咱们电力在上升 那我可以让 它的一个标准差 跟我的一个均值 呈现一个线性相关性吧 也就是说 对数的一个变换 咱们的一个log变换 能够使得呀 咱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一个标准差 跟咱们的均值啊 呈现出来一种 线性的相关性 一旦呈现出来 这种线性相关性啊 它从一个正态分布的可能性 就越大了 或者说 它就越接近于 这样一个比较标准的分布了 咱们可以来看 上面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 比较就是 就是一个比较偏写的数据吧 我们刚才说有一个偏度吗 它是有一个偏写的吧 对这样的数据来说啊 左边集中了大部分点 那当我对它进行一个log transform之后啊 它就会得到右边这个点 那右边这个点啊 看起来分布就是更均匀一些吧 或者说分布它是更好一些的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我可以对我们的数据 进行一个log transform log transform完之后啊 我们的数据 它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会更服从啊 咱们所说的 这样一个正啊 这样一个比较标准的 咱们的一个正态分布 然后呢 咱在这里啊 如果说要进行一个正态分布啊 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把 我们要进行转换的数据拿过来 然后呢 让它额普来一下 额普来什么 额普来一下咱们的正态分布嘛 就是额普来一下咱们的log transform嘛 所以说在这里额普来一下 然后我们安排把log传进来 这是啊 先对我们数据做一个log变换 然后呢 我再额普来一下 额普来完之后啊 它就是又帮我统计了一下 当前的一个风度是多少 原来的一个风度啊 我们可以看 就是风度的一个指标大小啊 就是衡量着你的一个偏斜的程度 原来都是等于 等于8点多 等于8点多 等于9吧 那现在咱们拿一个做举例子 它的一个偏斜程度啊 是多大 负的0.289吧 是不是说啊 它确实减少了一个偏斜啊 减少了偏斜 但是呢 它是不会使它进行一个消失的 风度啊 你要给它消失 这个事儿比较难 咱们只能啊 就是进 就是进最大程度上给它减小 那现在当我做了一个log变换之后啊 它是不是一个风组织减小了 比较符合咱们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分布了 那它的一个风度呢 咱们该说偏度减小了 然后呢 风度总变换 我们来看 嗯 还是啊 就是跟之前的算了一样啊 咱们还是额普拉一下它的一个风度值 原来的风度值啊 也是比较大的吧 现在变成了一点多 也是比较小的一个值 那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经过了一个log变换之后啊 咱们的对数变换之后 咱们数据啊 确实啊 就是分布啊 正常了一些吧 那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 它既然减小了偏斜 也减小了咱们的一个风度 那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们再把这个图啊 给它画出来 当前啊 做完了这个log transform之后啊 我们来看 现在啊 就是说我们指定了一个logx 让它等于处啊 相当于是 咱们做了 咱们对咱们的x数据啊 做了这样一个变换 做完变换之后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结果的值啊 就是说 嗯 跟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一个分布 是类似的吧 等于中间的一个值 我们让它比较多 等于两边值 让它比较小 虽然说啊 它现在也呈现出来了一种 咱们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偏差吧 就是说数据也是倾斜的 但是呢 较之前来说啊 就是说 数据没之前倾斜吧 咱们刚刚最开始 算数据偏度是大于点于零的 它都是 大部分数据啊 都是堆叠在左边了 现在呢 咱们log transform完之后啊 这个数据竟然变成偏度啊 是一个小于零的 然后它就是说右边值啊 偏多一些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 嗯 做了一个漏转换之后啊 可以使得我们的数据啊 现在近乎的呈现出来一种 比较标准的分布 这个对数变换啊 做的是比较多的啊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啊 咱们的一个对数变换啊 帮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再做完这些事情 就是报名数据啊 做一个转换 转换完数据之后啊 它是更标准一些的 用更标准数据啊 做一些统计啊 分析啊 或者是建模啊 会使得你的一个准确性而更高一些的